第五十几 封南市的商业繁华区坐落在城市的西边 李强发现这里的商业还真是很发达 虽然比不上家乡那么先进 但是比天庭星要热闹得多 他察觉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里的商业宣传手段不行 几乎看不见有广告性质的东西 最多是在店门口支一个小牌子 很不显眼 李强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拉住库博道 库博 你知道谁会买我们的香水啊 就是那种有潜力购买的人 库博奇怪他怎么会想起这个 老大 能买得起的人应该不少 我想高价卖出应该没有问题吧 不一定 李强边走边说 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香水 怎么会花大价钱呢 如果是我就不会花这笔钱数 所以我们缺了一个步骤 回去后你立即着手办这件事 库博听了 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 为难道 老大 应该怎么办 我不会呀 很简单 你只要把那些可能会购买的人找出来 专门派人给他们送去介绍一下 让他们知道香水是什么东西就行了 李强随口答道 不但库博半信半疑 就连怕问他们也觉得这是多此一举 李强 李强笑道 相信我 没错的 哎 顾博 那是什么店 那是一家专营怪兽的宠物商店 门口立着一个半人高的怪兽雕像 样子有点像蜘蛛 圆圆的身子上有八只长长的毛脚 只不过比蜘蛛的形体要巨大很多 李强十分好奇 领先走了进去 这个店看来生意很差 冷冷清清的 没什么顾客 一个店员模样的人迎上前来 用非常热情的 手带夸张的表情 欢迎李强一行人 临街的店面里空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店员领着他们直奔一条通道 顺着通道 走到地下 这才发现 里面别有洞天 坦邦大陆的宠物饲养 可是历史悠久了 通常有几种豢养的形式 一种是可爱型的怪兽 大部分是有钱人的玩物 非常的昂贵 一种是恶兽型的 是一般人用来看门护院的 还有斗兽型的 是专门用来赌博比赛的 最后一种 就是从西大陆流传过来的 用来战斗的 搏杀兽 这些怪兽 有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还有水里游的 李强觉得 就像是到了动物园一样 几乎所有的怪兽 都是他没见过的 帕本 红迁和库博 都是见怪不怪了 只有李强和纳善 惊奇的像个孩子 不住的 发出惊叹 纳善指着一个约一米多高的怪兽 老大 这个家伙威呀 嘿 活计啊 这是什么怪兽 说来听听 那是一条全身林甲 泛着清光的怪兽 很安静的 站在笼子当中 但是 从他的眼神里可以发现 他绝对是一条猛兽 他的样子 很像是恐龙中的暴龙 不过头上多了一块三角形的刺 店员说道 这是西大陆运来的迅甲盟 是一头捕杀兽 在西大陆 他可是军队里的一等兽 站上上 这家伙可厉害了 您想要吗 七万六千前数 他就是您的了 扑通 纳善坐在地上 您给我七万六千前数 我住进笼子里去 帕本摇头道 迅甲盟现在买了没用 只能关在笼子里关上 这东西要从小训练才行 这条是成年兽 训不熟的 而且西大陆 这种迅甲盟很多 根本就不值那么多钱数 李强突然道 那是什么东西 好漂亮 那是海妖 不过这种海妖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喂 店家 这只海妖 是从哪里得来的 怎么是宝蓝色的 我见过的海妖 都是黑灰色 没这么漂亮 库博问道 店员夸道 您这位客人是行家 这只海妖 独一无二 在冤魂海 都很少见 它比一般的海妖 飞得快多了 钱数上好说 给你们最优惠的 他也不说 是从哪里得到的 只是不停的昧笑 希望这群人 能够多买一点 最近 生意实在是太清淡了 这是一只 缩在笼子一角的小怪兽 笼子是由防御光炸 结成的 李强以前在家乡时 也养过小动物 对小狗小猫都很喜欢 他看到这只小海妖 瑟瑟发抖地缩在笼角 觉得这个小东西挺可怜的 便蹲下身来 仔细看着它 海妖是冤魂海特产的怪兽 飞行能力极强 是唯一可以在恐惧风里飞行的怪兽 这只海妖 有着扁圆形的身子 头部有点像蝙蝠 两只眼睛 眨巴眨巴的 发着淡淡的蓝光 透出一种绝望的神色 从它身上 看不出有翅膀 全身布满了指甲盖大小的 宝蓝色的鲫鱼 李强估计 它只有一般成年猫 那么大小 打开笼子 我抱出来看看 李强很喜欢这只小海妖 店员吓了一跳 不 不不 这不是抱着玩的 他要是飞起来 谁也追不上 而且 要是被他咬上一口 那可不了了 李强根本就不听 打开笼子 其他的 你就别管了 库博他们倒是不担心 李强别说是对付一只小小的海妖兽 就是薄杀兽 也不在话下 店员的神色 既紧张又犹豫 最后还是抵御不住 想卖出的念头 也行 要打开笼子 必须先付钱数 李强挥挥手 库博立即掏出商会签卡照 多少钱说 店员还在眼巴巴的看着李强 心想 刚才的报价实在是太高了 把那个光头吓住了没敢买 这次 可不敢再吓住这个年轻人了 这只便宜 只要一万两千钱数 说完心虚的盯住李强看 李强没有注意到他报的钱数 他还在关注着那只小海妖 什么 你说什么 店员急忙改口道 钱数可以商量 钱数可以商量 一万八千 五千行了吧 这是最低价了 李强被他带着哭音的调子惊醒 抬头用手一指库博 找他拿钱 店员这才发现 库博手上拿着的竟然是商会签卡 这一回 他可真的要哭了 库博笑嘻嘻道 无仙的价格还算公道 赶快开笼子啊 其实 只要李强想要 再多的钱数 库博都会付的 纳善在一边笑道 这里的水分太大 价格乱报嘛 店员心里在臭骂自己 脸上却还要起出一副笑容 这样的大主顾不八戒 还去八戒谁呢 笼子上的光炸 刚刚暗淡下来 只见蓝光一闪 小海妖犹如一只离弦的剑 一下就窜出了牢笼 速度之快 让人难以置信 李强早就听好了 小海妖一动 他也紧跟着动了 速度绝不比他差 小海妖的身法 让李强叹为观止 他就像鱿鱼在水中一样 灵活的让人难以想象 在空中 他可以突然悬停 忽左忽右的闪动 李强的身法也不弱 不仅红谦他们吃惊 那个店员更是看得 目瞪口呆 一个人能在空中 做出如此迅捷 而变化多端的动作 而他身上 还绝对没有非议 终于 李强一把抱住小海妖 他笑骂道 你这个小家伙 跑得真快 好了 安静 安静 哎呦 还咬人呢 咬不动了吧 他抱着小海妖 从空中一步一步 凌空而下 就像空气中有台阶一样 这一招 还是跟猴皮静穴的 小海妖 死死咬住李强的左手 嘴里发出 呜呜呜呜的生气声 那个店员吓坏了 他知道被小海妖咬住 最少要掉块肉 弄不好 就股断筋裂 他心里不停的自我安慰 海妖已经迈出了 与小店无关 店家 小海妖吃什么东西啊 喂 发什么呆啊 你没事 他 他咬您了 这 这可不关小店的事啊 店员文不对提的答道 李强右手抱着小海妖 左手轻轻的挣扎了一下 小海妖立即更加用力的咬 他大约也很奇怪 嘴里的东西怎么咬不穿 嚼不动啊 慢慢的 他也没劲了 两只漂亮的蓝眼睛 咕噜咕噜的转个不停 松开口 小小的脑袋转动着 东看西望 李强看看左手 呼口上有一圈白印 他轻轻用手 抚摸小海妖的羽毛 手上微微带来一点真原力 小海妖大约觉得很舒适 他突然将身子一盘 眼睛一闭 竟然在李强怀里睡着了 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李强笑道 哎 这个小东西还真好玩 店家 他吃什么 店员看李强的眼神 和看怪兽 没什么两样 吃乌子干和晶石 哦 对了 乌子干小店有 你买点 他看到李强点头 立即兴冲冲的跑了进去 不一会儿端了一只箱子回来 放在李强面前 居然喜欢吃晶石 真是奇特的小家伙 李强要不是手镯里 全是上品晶石 他还真想拿一块给他尝尝 看他怎么吃下去 乌子干是冤魂海里特产的一种小生物 有点像海参 当地人叫它乌子 晒干后就是乌子干 是小海妖最喜欢的食物 小海妖闻到乌子干的味道 乌乌的低鸣起来 李强抓起一块 递到他的嘴边 只见他从胸口两侧的羽毛里伸出两只红红的小爪子 紧紧抓住乌子干咔嚓咔嚓的吃了起来 洪谦看到李强专注的神情 心里突然有了明雾 他觉得自己的修针太过拘谨了 小海妖吃的很少 一会儿功夫 他就饱了 他伸了个懒腰 又闭眼 睡觉了 店员拿过一个软袋 让李强把小海妖放进去 帕文顺手接过 李强又买了许多乌子干 收进手镯里 一圈逛下来 他们没有再买任何东西 那个店员无比失望 重新回到大街上 李强笑着说道 以前就是打死我也不敢相信 天下还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而且还有人养着玩 纳善 这里比你们家乡要怪多了 习惯吗 嘿嘿 老大 我现在是随遇而安了 台邦大陆还算不错 就是吃的差点 其他无所谓 只要跟着老大 心里就高兴 他倒是不忘 及时送点高帽子 给李强带带 拍拍老大的马屁 库博笑道 西大陆的怪兽最多 那才是稀奇古怪的 以后老大去了就知道了 我和师尊在西大陆时 曾经和一只巨兽对峙 那次真危险的 红谦笑道 要不是你去逗他 他也不会紧追不舍 那次可惜得我够呛啊 李强笑道 哦 连修真者都对付不了 这种怪兽运到 坦邦大陆来打仗 别的国家怎么受得了 库博连连摇头 过不了冤魂海 体积太大了 没法运输的 李强道 每一种生物都有幼年期 这些大怪兽 在幼年期不会有多大的 运到坦邦大陆来训练 不就行了 库博吓了一跳 说道 哎呦 老大 这个办法确实可以行得通 战场上 突然跑出这么一只怪兽 谁能抵挡 但愿没人想到这个 众人走到街口 库博问道 老大 往哪里去 那边是 库博话没说完 一遍突生 五道褐色的光骤然落下 整个街口 顿时被一片死寂笼罩 李强定睛一看 原来是五只小小棋子 他大叫道 穿上铠甲 取出武器 快 红千 护住大家 这是齐门阵 一片大雾 弥漫开来 一道墨绿色的剑光 破雾而来 紧接着 从地上 突然升起几股压力 紧紧付出李强 红千和库博 一时战甲上身 而纳善和帕本 还在紧张的穿着铠甲 李强发现 对手 是早就算计好的 专挑他们最没有戒心的时候出手 他心里 十分着急 李强毕竟已经不是出道天庭星的菜鸟了 经过不少次的争斗 他也学会了很多实战经验 他的身子 被那几股乌形的尽力竖住 但是 他的手 还能动 他眼睛死死盯着飞来的剑光 两只手 迅捷的 恰上印诀 连续三层叠加 第四层 来不及做出 大喝道 破 五彩的剑羽 煞时间 脱手飞出 剑羽和剑光一接触 整个奇门阵里 犹如一阵唇雷滚过 霹雳声中 雾气四散 剑影全无 但是 李强 还是移动不了身形 红谦运出飞剑 一溜剑花 闪挡在几人面前 他大叫道 师叔小心 是劫掠者 突然 一道暗黑色的影子 打向李强的后背 无声无息 速度奇快 帕本 正好站在他的侧后方 一眼看见 惊得魂飞魄散 他连喊都来不及 就一跃而起 用身体去挡 纳扇离得稍远 几乎同时也扑了过来 那是一枚一尺多长的尖刺 闪着蓝莺莺的暗色光 似乎也是一件奇门法宝 帕本穿的铠甲 根本抵挡不住 只听扑的一声闷响 尖刺狠狠的 扎进他的胸口 他大叫一声 倒了下来 纳扇狂吼道 老大 帕本 李强一扭头看见 觉得自己的心 在一刹那间 似乎停止了跳动 纳扇一把抱住帕本 老帕 帕本 帕本勉强抬起头 眼睛看着李强 老大 帮我找到 女儿 李强疯狂了 嗲嗲啵啵的爆裂声 从李强身上响起 紧附着他的几股尽力 随着阵响散去 李强连战甲都顾不上川 身子就向射来尖刺的方向 倒飞而去 满腔的怒火 悲伤和内疚 让他杀心大气 四周呼哨声 此起彼伏 对手没有想到 李强竟然能挣脱无形腹 一时间也乱了阵脚 身后的偷袭者 是一个穿着黑色铠甲的中年人 他满脸震惊的 看着李强 携着狂暴的进气飞来 犹如一尊暴怒的天神 他连气都喘不过来 更别说一动脚步了 瞬息间李强已经到了 李强的两只手 掐出四层重叠的符咒 悄无声息的 打入那人的身体里 只见那人神色一正 身体就开始发亮 李强倒地一个倒勾梯 那家伙就像皮球一样 掠过库博等人 向前飞了出去 远处闪出几条人影 试图接住那人 就听李强大吼道 爆 爆 声音就像踩碎了一只气球 紧接着连珠般的爆裂声响起 红谦和库博精的哑口无言 只见那个中年人在空中 随着李强的吼声 立即碎裂成无数的血块 最令人恐怖的是 这些血块居然每一块都会爆炸 几条月初的人影同时被炸飞 估计不死也受重伤 李强这才腾出空来 扬手穿上蓝运战甲 戴上炫扬环 怪笑着飞了过去 埋伏的截略者发现 李强的身形如鬼如昧 他们知道麻烦大了 撤离的呼哨声响起 纷纷打出一团一团的雾气 企图借此逃算 李强一发现他们的意图 立即开始兜大圈 避开雾气 在远处等着 他连续击杀五六个人后 截略者胆寒了 一个围首的汉子 打出一道暴训的红光 带着手下拼命向红千这边攻来 可红千也不是好惹的 飞剑连续射穿几人的身体 他们更懵了 对手太厉害了 三道青光闪过 街口落下三人 那群偷袭者大喜过望 其中一个叫道 大孙 对手太厉害了 其门阵被一击而破 无形腹也困不住他 我们死伤好惨 紫光一闪 李强回到红千身边 他们是什么人 红千都不敢看李强 猙獰的面目 说道 提及我们的是冤魂海的截掠者 现在看来 这三人才是指挥者 他们三人 我知道 是板受商行的修真者 库伯补充道 穿红色战甲的叫碧玄 穿黑色战甲的叫集齐火 穿白色战甲的 是德情灵石 老大 小心点 那三人看到红千和库伯 也是一愣 碧玄疑惑道 怎么是大连会的库伯长老 咦 他的师尊也在 他对库伯问道 库伯长老 你和他是一起的 他用手一指礼墙 库伯面无表情的说道 他老人家是我的师门长辈 当然是一起的 瞎子都看得出来 你们这么卑鄙的偷袭 这件事情没完 红千道 师叔 我来打头阵 李强一把拉住他 冷冷道 他们三个都是我的 他的声音冰冷阴森 听得人浑身都起唧鸡疙瘩 碧玄三人震惊了 红千的师叔 怎么会惹上这样的人 三人互相望望 知道情报失误了 但到了这一步 再想停下来 已经是不可能了 碧玄心里并不是很紧张 毕竟他们三个都是修针高手 他只是烦恼 这次行动惹上了大连会而已 李强懒得和他们多说 迈不向前 他也是气糊涂了 对手三人都到了园英初期 三人联手是绝对不可大意的 碧玄三人也感到奇怪 莫非他要一斗三 碧玄使了一个眼色 也迎上前去 得清灵石 悄悄取出一样法宝 那是四个连环结做成的环 他向地上微微一顿 环上的结形成虚影 一个接一个的落在地上 消失无踪 李强有心试试 五层符咒叠加的威力 手上连掐印掘 急速画出 在第五层的阵法快要形成时 他突然发现不好 第一层的符咒 只要很少的真原力 二层要多一倍 三层四层还能应付 而第五层需要的真原力 已经不是自己能达到的了 他见机得快 立即散去真原力 就这样稍稍一耽搁 得清灵石的无形腹 从地下升起 又一次紧紧的固住李强 红千看出不好 大叫小心 同时向前扑出 库博也随着冲去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听众朋友